杀卢卡,秦汤姆,刺杀老教父 是索罗佐的精心设计 还是另有高人想要委托克里昂的命 索德哥背后的靠山是否还有靠山 本期视频仍然是根据原著小说和拍摄剧本 逐针对比寻找答案 在开始前抽取两名幸运观众 送出后浪出版社出版的教父原著剧本作为礼物 弹幕评论区打出西西里人 便可以参加本次活动 别忘了一键三连还可以增加好运 我是沙哥,我们拉片走起 时间是1945年的8月 地点是纽约的小意大利 也就是现如今的唐人街 珍科橄榄油公司楼下 停着一辆豪华的别克轿车 这座不起眼的小楼是克里昂家族的产业 镜头前景的水果摊位也清晰可见 从出场的第一个画面 就开始铺垫刺杀教父的桥段 从车上走下来的人 正是来谈生意的土耳其老索罗佐 下车后他走进楼内 从阳光下躲进阴影里 人物的出场方式拍摄得非常隐蔽 他的第二个镜头仍然是延续藏这个概念 首先听到的是上楼的脚步声 接着人物在画面里一闪而过 利用前景的墙壁遮挡了观众的视线 给人物的出场增加了一分悬疑感 他先是躲在墙角暗中观察 确认安全后 最终站定在画面里 仅用两个镜头就塑造了一个 形势小心谨慎的人物形象 为了表示对索子哥的尊重 大儿桑尼亲自迎接 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谈判地点 在门口守候的是军师汤姆黑根 在他的引荐下和克莱门子和泰西欧握手 而弗雷多酝酿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机会 最后老教夫在画作隐约出现 土耳其老和教父中间隔着多条障碍 毕竟你一个贩毒的流氓 想要见我们黑帮的教父没那么容易 导演在笔记里给这场戏做了特别的标注 要拍出小赌神和老赌客扑克对局的样子 所以这场谈判戏拍摄的更像一场赌局 双方都在猜测对方的底牌 寒暄过后进入正式谈判 索泽哥开门见山 话不多说 我有三点需求 一我要有权有势的朋友一起玩耍 看不上小鱼小夏 二我要一百万启动资金 项目越大回报越大 三我要你正界的朋友帮我们打点关系 老教父的手在脸颊上轻轻的触碰了两下 在意大利这个手势就表示 大家静一静我要发表言论了 老教父也没有周选 直接了当 我的家族有什么好处 索罗索也没有迟疑回答到三成 第一年就会有几百万的收入 索泽哥在土耳其种植原材料 合理合法的运到法国 提炼成二战必备的马飞 再送到西西里提炼成海洛因 然后走私到美国 价格就能翻几十倍 咱们马飞天生就是卖马飞的料 如果是普通人 早就被这巨大的利润所击倒了 而老教父只是轻轻的抿了一口回香酒 前台词你小子小看我 区区几百万我是不为所动 紧接着老教父十拿九稳的问道 塔塔利亚家族会获得多少好处 索罗佐微微一笑 心里有点震惊 自己的底牌已经被掀了 他看向新任军师点头示意 没想到你竟然能查到我的靠山 而汤姆黑根有点小傲娇的点头回应 你的身世背景我查得一清二楚 在昨天夜里开了内部的碰头会 汤姆把收集到的材料同步给老教父 索罗佐江湖人称土耳其老 善用一把短刀 他走私毒品到美国会有5%的祸损 简单说就是100单里会有5单 被无法收买的联邦调查局抓获 轻判无伤大雅 但众判这些马仔一定会反水 所以需要政界的朋友出手帮忙 而且现在他受五大家族的 塔塔利亚家族保护 得知这些重要信息后 老教父问两个儿子的看法 好大儿吃着开心果补充体力 最近和Lucy没日没夜的激战 整个人都累脱象了 在他看来白粉可以赚大钱 这毋庸置疑 他继续吃着眼前的开心果 他更注重当下的利益 相比之下养子汤姆黑根更加深谋远略 如果塔塔利亚家族开始贩卖白粉 很快经济实力就会超越克里昂家 不愧是新任军事 有点三观演义那味儿了 如今五分天下 塔塔利亚家借贩卖因素获利颇多 养精蓄锐 着急兵马 恐十年后羽翼丰满 克里昂家再无一较高下之能力 五之患不在牧师 而在来日 万没想到卧龙凤主都统一卖白粉 而老教父始终没有表态 在小说中 桑尼问教父有何决定 他说道 不了解怎么分账和其他细节 无法做出判断 所以此时他还在试探 塔塔利亚家族能分多少 才是谈判的重点 仿佛说了 但也没说 剩下七成如何分配 老塔就拿几成 索子哥没有表态 老教父马上反问道 我提供启动资金政治保护 可以拿三成 对吗 出版剧本里有一句台词被删减了 老教父问道 我不用负责经营方面的问题 对吗 侧面也说明了 索子哥通过老教父的关系 把货运到美国 之后通过塔塔利亚家族的妓院 销售一空 而这些现金 就到了老塔家的手里 具体卖了多少 你不得而知 能分几成 也要看老塔家的脸色了 很显然 对这样的答案 老教父并不买账 出钱出力 还要替你们擦屁股 既断了我的人脉 又坏了我的名声 所以老教父阴阳怪气地说道 老教父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 你为什么来找我 是出于尊重 还是出于友谊 而正确的回答方式 就应该像殡仪馆老板一样 低下高贵的头 亲吻教父的手背 这事还有得谈 而锁子哥的回答却差强人意 他说 如果你愿意投资一百万 我便敬你一杯酒 这里说的是投资 聊的还是生意 老教父曾说过 友谊就是一切 我和你谈友情 你却跟我谈Dollar 谈判就此破裂 老教父起身 占据了画面中心绝对的强势 他示意丧你 放下二郎腿 在谈判中 这是很没礼貌的行为 他拿起桌上的回香酒 倒了一杯 先礼后兵 为之后拒绝他做个铺垫 边倒酒边说 我要见你是听说 你是个做事认真的人 值得受到人的尊重 紧接着教父在锁子哥的腿上 拍了两下 潜台词就是文明不如见面 接着他坐在了 想做这笔生意的桑尼身前 在两人中间形成了一道障碍 当老教父拒绝对方时 桑尼的表情有些诧异 一年三四百万美金的巨额利润 让桑尼心动了 索罗佐有些失望地看向地面 接着又打起精神 听教父如何解释 如果我政界的朋友 得知我从无伤大雅的赌博行业 转到贩毒 他们就不再是我的朋友 不再是我的保护伞 当时法国的科西加黑帮 通过马赛码头 运送海洛因到美国 但对这样的贩毒行径 CIA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当时的科西加黑帮 和法国共产党是死对头 政治正确 高于美国人民的生命 就这样不知不觉 法国流入的海洛因 已经占据了美国90%的毒品市场 所以美国反毒法律越来越严苛 1956年甚至规定 贩卖海洛因给未成年人 可以判处死刑 这才让毒品一度销声匿迹 所以老教父不提倡贩毒 也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升在彩条旗下 跟着政策走 洗白家族才是王道 但此时索罗索依然不死心 他说道 如果担心安全的问题 塔塔利亚家族将会担保 自己的底盘已经暴露 不如拿塔塔利亚家的声望再搏一搏 但在五大家族里 塔家名声最差 传统的西西里人 看不起虐待女人的生意 所以这份担保 在教父看来毫无异议 但好大儿桑蒂诺 没有经受住考验 他的身体前倾 想要跨过老教父的阻碍 接着询问到 塔塔利亚家担保的细节 也就表现出了 对毒品生意的兴趣 老教父赶忙伸手拦住了他 前景的索罗索眼神如电 先是看了一眼桑蒂 然后看向周围人的反应 他想找到反对老教父意见的人 然后汤姆仍然是微笑 不落声色 但他的心里已经开始骂桑蒂了 老教父说自己把孩子惯坏了 没有礼貌 打断大人谈话 潜台词就是 我克里亚家的教父 我的决定高于一切 接着又寒暄两句 说道 我们两家族的生意没有冲突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索子格点头示意 接受了被拒绝的事实 表面上和风细雨 当刚才老教父倒的那杯酒 索子格是一口也没喝呀 甚至还想还给老教父 但被克莱门子给接过去了 这位老教父给他赔不是的酒 仿佛弄脏了他的手 他的腰间擦了两下 才和老教父握手 而腰间背后的位置 正好是索罗索放刀的位置 这次谈判 土耳其老也对教父的团队 有了初步的了解 宋克什最先起身的是 军事汤姆黑根 他意识到谈判结束 几乎和教父同时起身 预判了老教父的预判 拉开椅子让路 站在门口 准备送客 接着是克莱门子和泰西欧 一同起身 在一旁招呼 门子眼里又活 接过了索子格手里的酒杯 而弗雷豆还没有意识到谈判结束 一直在审游 吓了一跳 赶紧放下酒杯站起身 而此时的桑尼 一脸不愉快的坐在椅子上 好像还渴望继续谈判 对没能谈成这笔买卖 表示失望 这一切都没能逃过索子格的眼睛 一条裂缝 离开克里昂家后 就开始了新的计划 等人们离开后 老教父训斥了桑尼 指责他跟姑娘瞎混 脑子已经进水了 你的胡作非为 老爹看得一清二楚 在刚才谈判时 能看见教父带着婚戒 而桑尼的婚戒 被戴在了右手的小拇指上 戴在这根手指上 代表着单身主义 委托克里昂教育儿子 不要让外人知道你的底牌 任何时候都不能 但很显然 桑尼诺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土耳其老走后 老教父还是感觉忧心忡忡 他叫来卢卡布拉西 去塔塔利亚家等卧底 试图搞清楚 索罗佐到底要搞什么鬼 但事事难预料 这成了老教父和斑马仔的 最后一次会面 一转眼三个月后 街道上已经洋溢着圣诞节的氛围 为了完成老教父的任务 卢卡几个月连续光顾 塔塔利亚家族的夜总会 终于盼来了今晚和索子哥的会面 卢卡房间的镜头 是位于马哈顿时代广场 附近爱迪生酒店内拍摄的 这里也是巴拉西被杀一幕的拍摄地 为了节约转场时间和预算 楼上拍家里 下楼拍会面 时间安排的冥冥拜拜 穿过华丽的走廊 楼卡脱下外套 做足了心理建设 现在是凌晨四点 只有清洁工在打扫 接着用一个长镜头 拍摄了卢卡两次走过拐角处 这也预示着人物命运的转折 他走进夜店 便没了回头路 摄影机停在门口 隔着玻璃观测卢卡的行动路线 伴随着摄影机的缓慢移动 前景出现了两条金鱼的浮雕 用这样的符号 预示了卢卡语于长眠的命运 这绝不是什么过度解读 在原剧本里有明确的标注 卢卡走到吧台前 接待他的是 塔塔利亚家最小的儿子 布鲁诺 两人表面客气 但背景里的线条 将两人分割在两旁 进门这一刻 卢卡就已经掉进了陷阱 布鲁诺使的第一招 是邀请卢卡喝酒 这杯酒不是信道的 而是在卢卡进门时 就已经在布鲁诺的手里攥着了 想必在酒里已经调制好了配方 一杯下肚 就可以让卢卡不省人事 卢卡的回答也很是精妙 他说道 我不喝酒 不是我不想喝酒 也不是过一会儿再喝 而是拒绝的非常果断 见第一招没有奏效 索罗佐走进画面 开始和卢卡攀谈 让他放松警惕 布鲁诺随即从前景 退到背后 和索罗佐做了一个交接 背景的植被形成了一个框架 两人同伙 一鸣一暗开始对付卢卡 卢卡的繁大镜头 墙壁上的红色 要比对方保护度高出许多 也暗示着危险 当索罗佐哥说 我得知你和克里昂加不合 马上切换到了布鲁诺的反应镜头 他偷瞄了一眼卢卡 然后似笑非笑的 看了一眼索罗佐 显然老教父和卢卡的计划 已经暴露了 但毫不知情的卢卡 还在配合着土耳其老的演技 询问自己的酬劳 索罗佐哥1.2mm含糊 开出了5万美元的高价 卢卡假装思索表示答应 但此时他仍然没有放松警惕 索罗佐示意握手 但卢卡没有回应 而是默默地掏出一支烟 假装没看见 防止对方控制住自己的双手 在我国鸿门的握手里 就演示了如何反其难 当发现有敌意识 迅速地攥住对方的大拇指 扣住其关节 之后全身而退 但卢卡这招不握手 更是高明 看卢卡没有中计 两人又互换了位置 笑嘻嘻地从身后走到台前 虽然点燃了打火机 但没有凑到卢卡面前 而是等着他低头点焰 坏就坏在这抽烟人 下意识的动作上 当他低头时 礼貌遮挡住了卢卡的视线 他没有察觉到 布鲁诺眼中闪出了寒光 给躲在卢卡身后的杀手 发出了信号 此时土耳其老也看了一眼 布鲁诺还是你行啊 这个大块头终于露出了破绽 他微笑着等待着下手的时机 在卢卡低头时 他下意识把手放在了桌子上 布鲁诺在他的手上 轻轻地拍了两下 表示友好 之后双手掐住了卢卡的手腕 就在此时 索罗佐一刀 把卢卡的右手 钉在了吧台上 身后隐藏的第三人 采用了单臂环绕的方式 勒住了卢卡的头 这也显示出了杀手的专业度 如果是常规的勒法 很容易逃脱 也不容易发力 而单臂环绕的套法 几乎是无解的 所以见到此情景 经验丰富的索罗佐 放开了手腕 轻松淡定地站在一旁 等待着卢卡咽气 卢卡用尽最后的力气 摇晃着脑袋 仿佛一个人坠入水里 拼命地挣扎 他逐渐失去意识 身体开始向下坠落 此时鱼的符号再次出现 在这个角度观看 卢卡仿佛是坠入水中 窒息而死 科里昂家族顶级汉将 葬身于父 而第二个目标 就是科里昂家的智囊 汤姆黑根 采用了和卢卡相同的 调度设计 都是通过转角 改变人物的行动路线 预示人物命运的转折 刚从离皮店走出来 就遇见了索罗佐 汤姆想要避开 但在另一面 突然一个男人出现 挡住了他的去路 在两人的胁迫下 他只能听从百步 走上汽车 索罗佐的战略非常明确 先解决掉科里昂家 一文一武两大汉将 最后才对老教夫下手 画面切换到 真科橄榄油公司楼下 教夫下边回家 原本当司机的玻璃 请假 今天由二儿子弗雷多开车 二儿子依然是 站没站想 坐没坐想 整个人靠在车头上 老教夫走进画面 全景镜头 交在了车与水果摊的位置 老教夫经常下班 给妻子买水果 这个习惯仍然没有改变 他叫弗雷多坐在车里等他 这个举动也救了他的小命 要不然爷俩都给端了 摊位前放置着取暖的垃圾桶 跳动的橙色火焰 也增加了一份不安 老教夫走向水果摊位 采用的是二儿子弗雷多的视角 观察教夫的一举一动 老教夫要了几个橘子 背景里的新骑士水果纸板箱 是一个串帮 这种包装在50年代中期才出现 在街角突然来了两个男人 快步的走向克里昂 他们的手都隐藏在口袋里 老教夫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他们 此时冲过来的杀手已经掏出了手枪 双方的镜头运动方向是相反的 可以延长视觉距离 要是方向拍反了 就变成老教夫和马匪火拼了 扔下手中的水果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向路边的车子 其实在全景镜头上 双方站位只有几米的距离 但通过画面剪辑 扩展了画外空间 老教夫逃跑的方向 一是可以躲进公司 二是可以跑进车里 但太过匆忙 被眼前的橘子筐给绊了一跤 还没遭遇刺杀 差点就送了一程 接着是一个腐拍的上帝视角 科巴拉参考了西区克克的惊魂记 导演想要橘子缓慢散落在地上的感觉 但摄影指导更在意视角的准确性 是谁站在高处看 看见谁 看什么 都要精心的设计 气得科巴拉说是奥新威尔斯在往这看 然后哄骗摄影指导 咱先拍了 之后不一定用 但在后期剪辑时 科巴拉果断选择了这条素材 两名刺客朝着老教夫开了八枪 都被打成筛子了 二儿子才从车里下来 这里有一处春帮 枪手的最后一枪没有配上音效 只见火光不见枪响 枪手打光了子弹迅速离开 弗雷托只能目送着他们远去 马龙白兰度用精湛的表演 展示了什么叫做最后一口气 因为现场围观了众多粉丝 所以马老师表演的相当卖力 整个跌倒的动作 也是他和科布拉一起商量的 但多年后再看这段表演 是过度夸张还是恰到好处呢 可以在弹幕里告诉我答案 在全景里 倒地的动作也有穿棒 本来是仰面朝天 却变成了侧卧 伸出去的手也放了回来 这场戏的拍摄 其实很不顺利 这是剧组第一天出外景 整个团队也在磨合中 而在围观的群众里 也隐藏着真正的马匪 他们的远处观看表演后 感到震惊 之后一直在抱怨 你们看那些马匪 他们竟然穿着西装 戴着礼帽 这样去执行任务 绝对会遮挡视线 而在街对面的咖啡馆里 隐藏着另一位 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他就是教父的原型 卡洛 甘比诺 五大家族中最强大的马匪头子 所以在这样的高雅下 导演组漏洞百出 好了 扯远了 我们回到剧情 另一边小儿子迈克 回来过圣诞节 但他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找了间酒店 和女朋友欢度良效 之后两人又去了 广播城的音乐厅 看了场电影 散场后 两人手玩手走出大堂 背景里普通观众 还在排队离开 而VIP会员提前离场 避免拥堵 出现在两人背景里的电影海报 是圣玛丽的终生 女主角就是处于 颜值巅峰时期的 英格力豹曼 两人正在打情骂俏地往前走 经过报刊亭时 凯回头看见了头版的新闻 他显得惊慌失色 迈克从画左走到画右 利用人物的位置变换 终止了谈话的内容 两人走回报刊亭 出发新任务 老教父被刺杀的新闻 登上了头版头条 散场的观众从身后经过 加上镜头大范围的晃动 外化了迈克躁动的情绪 迈克的脸色僵住了 他翻看着每张报纸 寻找着老教父是生是死的答案 接着他焦虑的四周张望 看见了马路对面的电话亭 他穿过漆黑的街道 凯紧跟其后 他不顾一切地钻进电话亭 一把关上了门 仿佛已经忘了自己的女朋友 前景几名路人经过 现在凯对迈克来说也如同路人 他现在最担心的是父亲的安危 凯隔着电话亭的玻璃 看着迈克 两人中间出现了巨大的障碍 而在第二集中迈克更是亲自关上了这扇门 开场婚礼时 是迈克领着凯走进了克里昂家 但现在两人深处两个世界 始终不是同路人 前景迈克给桑尼打了电话 凯在背景里只能焦急地等待 这场戏是剧本之外 在开拍前临时增加的 但从人物调度和镜头设计上 丝毫察觉不出是临时爆佛教 也让迈克回家没有那么突兀 电话另一段 桑尼也显得有些慌神 背景里的妻子桑德拉也焦虑地看着他 巨大的敲门声响起 桑尼在抽屉里拿出了手枪 家里的孩子也被吓得大哭 但面对危险两口子彼此扶持 接着摄影师用一个长镜头调度 在如此狭小的环境下 充分利用空间 展示了火爆桑尼的另一面 他对妻子的态度和迈克对凯的态度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没摸清来人是谁 桑尼先让妻子躲在一边 原来是出门打探消息的克莱奔子 当对方说出外边传言 交付已经死了的时候 一直保持平静的桑尼终于爆发了 他竟然能把体重200多的磕胖 一把摁在了墙上 克莱奔子没有发火 反倒让桑尼冷静 在小说里写到 桑尼意识到火爆是自己的弱点 而现在不该爆发 他冷静下来松开双手 此时背景里 桑尼拉抱着孩子走了出来 很好地拓展了画面的纵身 桑尼可以断定老交付被刺杀 玻璃一定有所参与 抓住家族的内鬼是首要任务 背景里桑尼拉一直在等待着信号 当克莱奔子走出画面后 他迅速上前 桑尼一个转身的调度 对外布置工作 对内安抚家人 承诺会叫帮手来保护妻子 老交付强大的基因 在关键时刻还是起了作用的 此时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镜头横摇 并且伴随着画面上退 妻子桑尼拉紧跟着上前几步 两人同在一个画面里 接起电话的桑尼全神关注 甚至不带任何的感情 现在他冷静克制 仿佛变成了老交付 之前父亲的教导游在耳旁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的底牌 而这一次桑尼做到了 他已经判断出 电话那头是索罗佐的声音 他适宜妻子 把哭闹的孩子抱到一边 不能让对方知道 我们这边已经乱了阵脚 土耳其老说 他抓了汤姆黑根 在三个小时后便会放了他 但你要冷静地听从他的意见 桑尼拿起铅笔 在橱柜上记录下时间 现在是8点30分 11点半 黑根将会被释放 对方说请别生气 火爆桑尼远近闻名 但这次他没有发火 甚至没带任何感情 冷静地有点配不上这个名头了 因为此时的他 是真正的桑尼克里昂 这场戏摄影机运动 人物调度配合的天衣无缝 把小小空间运用到了极致 但剪辑是切入了妻子桑纳拉的 面部特写来增加节奏 我反倒觉得这样破坏了 一镜到底的美感 如果拿掉这个画面 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 就堪称完美了 你是否赞同我的说法呢 可以在弹幕里告诉我 又是一段删减片段 先是全景镜头 介绍了空间环境 桑尼来到了父母亲的房间 相比举办婚礼时 此时的场景暗淡无光 他走进门里 没有像克莱门达那样砸门 而是开了一条门缝 溜了进来 走进房间时很忐忑 他在琢磨 如何把父亲的遭遇 告诉母亲 上次经过这条走廊 还是婚礼上 和伴娘Lucy偷情 因为是父母的房子 所以他没有斗胆上床 而是站在门口和Lucy亲热 而此时的心境截然不同 克莱昂太太在厨房准备晚餐 她背对着观众 我们看不到她的表情 桑尼走进厨房 来到母亲身边 缓慢地说了父亲的遭遇 不愧是克莱昂太太 她先是挺着腰杆 提了一口气 没有丝毫停顿地问道 他们杀了你父亲吗 桑尼如实回答 还不清楚状况 克莱昂太太低下了头 挽着腰要去换衣服 边走边说道 如果来得及 应该还能见一面 刚才不知情时 克莱昂太太身影洪亮 而此时语气低落 但作为克莱昂家族的女性 早就做好了这一天的准备 出版剧本里写道 桑尼灌掉煤气 下意识地拿起一块面包 蘸了辣椒酱 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释放着内心被压抑的情绪 这个心里藏不住事 所有欲望都要及时满足的 克莱昂家长子 在此刻挺起了家族荣耀的脊梁 她看着空无一人的办公桌 思考片刻走了过去 她把电话拿到一边 顺手拉了一把椅子 巨大的写字台 占据了很大的地位 几乎填满了整个画面 而桑尼坐在脚低的位置 她丝毫没有想去做教父的位置 在她心里 只有委托克莱昂 才配坐那把椅子 她的第一通电话 打给了泰西欧 调了50名靠得住的小弟 为了防范于未然 克莱昂子也是怀疑对象 毕竟她是玻璃的老大 接着她在保险柜里 取出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 电话号码本 她选择先给 卢卡布拉西打电话 寻求帮助 但画面切到卢卡家 却无人接听 一切都在 土耳其老的算计之内 卢卡家的空镜头 也是个穿帮画面 在画面左侧 突然间有人入画 难不成是 卢卡的鬼魂回家看看 接着画面给到了 索罗佐这边 她刚挂掉桑尼的电话 似乎已经确认了 克莱昂家的状况 她转身走向 汤姆黑根 占据了前景 当听到交付已经死了时 汤姆黑根才抬头 在出版的剧本里写道 汤姆惊恐绝望 眼含热泪 罗伯特杜瓦尔 用极细微的眼神变化 诠释了什么叫做好演员 听到这个消息后 汤姆黑根的眼里 瞬间闪出泪光 为了稳定汤姆的情绪 他走到吧台前 是一小弟倒一杯酒 全景镜头 只是一间废弃的餐厅 汤姆黑根 深处在餐厅最深处 而前景有小弟把守 索罗佐的人物调度 一直在前景左右晃动 制造不安 并且采用了 养派的角度 气势逼人 他命令黑根 喝掉手里的酒 他看了一眼 索罗佐手里的酒 确认两人喝的是 同一瓶酒 不会被下毒 而倒酒的设计 与之前谈判时 十分相似 老舅夫倒的酒 索子哥丝毫未动 而此时 他逼迫克两家的军师 喝下这杯结盟酒 酒还没瞎度 索子哥就开始派发任务了 现在就看你的了 让我和桑尼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仍然延续 明安对比强烈的打光方式 是背叛还是效忠 到了抉择的时刻 他努力保持镇定 回答道 桑尼会不顾一切的来杀你 索罗佐的面部都在光亮里 他没什么可隐藏的 他表明自己的态度 抓你的目的 就是促成谈判 这颗拉开了保险的手榴弹 传来传去最终到了汤姆黑根的手里 他一拍脑门心想 我真不该喝你这杯酒啊 为了给汤姆打气 摆试试讲道理 我背后是塔塔利亚家族 他们会全力支持我 搞不好就会变成黑帮混战 五大家族绝不允许 破坏和平稳定发展的暴力事件发生 打与不打 最终的结果都是和谈 索罗佐的劝降方针 起到了一点作用 伴随着汤姆转头的动作 暗部光线逐渐消失 变成了和索罗佐同样的打光方式 失去交付的军师 他动摇了 土耳其老看到了希望乘胜追击 别忘了说服泰西欧和克莱门子 这绝对是一笔好买卖 但唯独没有提卢卡 这句话仿佛提醒了汤姆 马上回答道 谁也阻止不了卢卡布拉西复仇 面部光线又变回了明安对比 卢卡是他最后的底牌 索罗佐没有立刻做出回应 而是走到画面前 接着说道这个你不必担心 他翻着白眼 微张着嘴 仿佛是卢卡被勒死时的表情 但此刻他没有得以忘形 因为卢卡死亡的消息 也是他手里的另一张牌 至此单方面谐谈结束 索罗佐带着他走出了餐厅 好巧扑巧的是 打探消息的小弟回来了 万没想到 老教父这头西西里老牛皮 身中五个窟窿 仍然活了下来 索罗佐个气急败坏的 和汤姆黑根说 这对我是个坏消息 对你也是 刺杀老教父退儿子上位的计划 乍一听有点胡来 但在现实中 五大家族建立之处 召开了第一次马匪中央会议 首先为解决家部矛盾的纷争 确立了二老板制度 如果大老板入狱 叛逃或者被刺杀 则由二老板来顶替其职能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 就是大帝提议的双话是人 而第二条规定的是 组织内必须都是纯正的意大利血统 显然老教父让汤姆黑根 这个德国浑血上位 成为家族军事 违反了这条规定 也引来了五大家族的不满 在谈判中 索罗佐又看到了 教父家父子不和的重要漏洞 但奇怪的是 对于索罗佐来说 寻求政治伙伴 踩着他的最终目的 但谁都知道 老教父死后 政界就会远离克里昂家 所以刺杀老教父 推儿子上位 这事也是矛盾的 而老教父的死 最大的获利者 就是他的死对头 巴尔奇尼 他冒险参加了 克里昂家族的婚礼 在他眼里 克里昂家族一片混乱 大儿子在偷情 二儿子是个酒鬼 小儿子这个军人和家族格格不入 老军师命丧皇权 新任军师 还是个德国混血 此刻的克里昂家族 正处于内忧外患 新老交替的过渡时期 此时不出手搬到克里昂家 等待何时 而老教父死后 政客们会找新朋友 所以索罗佐的最终任务 就是阻止丧尼还击 避免五大家族混战 世间太平和谐发展 政界的朋友们 自然而然的便会伸出援手 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人 让他安全的回到家中 他就是克里昂家族的小儿子 麦克尔·克里昂 麦克尔进门时 采用了同样的即位角度 但现在串堂内挤满了人 麦克尔都不认识 他们也不同他搭话 大部分都默不作声 太西欧的手下 似乎都不认识麦克尔·克里昂 书房门口的沙发上 也坐满了人 叛徒玻璃也在其中 对面坐着的是 汤姆黑根的妻子和克雷门子 只有克尔胖看到麦克尔之后 主动上前问好 可见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差 他没有寒暄 直接说到 夫人去医院陪同你的父亲 看来他能挺过去 麦克尔点点头 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 接着又是一段删剪片段 麦克尔带着汤姆黑根的妻子 走进书房 桑尔主动上前拥抱 并说道 你丈夫安全了 很快就能回来 但特雷莎仍然没有松懈 焦虑地摆弄着双手 兄弟俩打完招呼后 麦克尔问到母亲怎么样 桑尔回答道 她很好 毕竟她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背景里的特雷莎看向桑尼 她现在也正经历着同样的经历 仿佛替丈夫担惊受怕 是克里昂家族女性 都逃不过的必经之路 此时电话公司的线人 给到了桑尼一条重要消息 确定了玻璃室内鬼 这件事和克莱门萨毫无关系 麦克尔没有主动离开 而是留下来参与会议 但遭到了桑尼的拒绝 在他眼里 弟弟还是个大学生 为了试探他 桑尼问道 我们怀疑克莱门萨和波利 你觉得我们该杀了谁 麦克尔没有迟疑 他回答道 一定不是克莱门萨 桑尼显得很高兴 自己的弟弟不是个书呆子 得到认可后 麦克尔一个起身的动作 进入到了桑尼的画面里 也正式的参与到了 家族的会议中 但此刻只有后脑勺在画面里 他的意见看法 在桑尼看来没那么重要 桑尼在画面里 占据着高处 他和泰西欧面对面的交谈 遭到无视的麦克尔 主动走到桑尼面前 主动抢夺了画面的最高处 接着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父亲不会同意开战的 但桑尼只想着 不惜一切代价地杀了索罗佐 用尽一切手段 报复塔塔利亚家 说着他起身 在麦克脸上轻轻地打了一巴掌 就这样第一次参会 以打脸告终 此刻汤姆黑根也安全地回到了家 妻子特雷莎 选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截着战略部署这场戏 摄影机设置在了 教父的办公桌后 在精神层面仿佛教父扔在书房里坐镇 桑尼坐在画面中间 脖子上还戴着十字架 他现在代理教父行使直能 所以众人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坐 只有麦克背对着观众 这个大学生的意见无足轻重 而现在家族会议犹如一盘散沙 七嘴八舌各说各话 麦克转身拿起了教父桌上的一支烟 他开始怀念父亲 如果他在一定会有解决办法 桑尼看他无所事事 就吩咐麦克不停地给卢卡打电话 此刻军师开始分析形势 如果老教父死了 会失去政界的联系 而五大家族也会为了避免开战 而站在索罗佐那边 桑尼有点生气地回怼汤姆 你说起来容易 傻的又不是你爸 汤姆立刻说道 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他的好儿子 汤姆黑根的脚在桑尼的画面里 一种解释是两人头对脚 根本聊不到一块去 还有一种解读也很有意思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我们仍然是手足兄弟 但这种解释是否过度呢 你可以在弹幕里告诉我 麦克只能看着两位哥哥吵得难解单分 此时敲门声响起 伴随着大家抬头的动作 摄影机顺势上摇 仿佛观众也仰起头 看来者是谁 心虚的玻璃按耐不住了 借着传话的机会来打探消息 门外有人扔了一个包裹 桑尼叫泰西欧去看看 而玻璃站在门口迟迟不走 桑尼没有打草惊蛇 安抚玻璃并询问病情 他连忙咳嗽了几声 证明自己确实病得不轻 几番安抚让玻璃放下了防备 毕竟按火包桑尼的性格 如果知道他是内鬼 早就已经死在当下了 门关上的一刻 镜头又回归原位 桑尼转头看向克莱门子 派发了他的第一个任务 解决内奸 此时桑尼的手指向克莱门子的脸 海报里操控木偶的手的设计 依然延续 此时桑尼克莉昂 成了幕后的总指挥 接着又指向迈克 命令他明天带几个人 去卢卡的公寓看看 但汤姆黑根立刻举手打断了他 毕竟迈克在家族里 是唯一没有涉黑的人 此时门外的泰西欧回来了 手里拿着一个包裹 他神色慌张 尤布里是两条死鱼 和卢卡的防弹衣 桑尼疑惑的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泰西欧回答道 这是西西里人的口信 表示卢卡布拉西 已经与鱼同眠了 在小说里 是黑根做出的回应 显然美国出生的 新西西里人 对传统是断层的 从这一点也能得知 作为土耳其人的索罗索 应该也是不知道的 塔塔利亚家族的老一辈 也参与了 刺杀老教父的计划 Michael放下电话 不用再打了 索罗索节奏掌握得恰到好处 算准了克里昂家族 群龙无首一盘散杀 趁对方一直消沉 再将一军 刚召集兵马准备还击 却发现先锋大将 葬身于父 反击的气势少了一半 但和谈的成功率 却多了一层 但克里昂家族的年轻人们 没有被吓到 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应 下面一场戏 也是删件片段 镜头来到了 位于布鲁克林郊区的 一排漂亮住宅 这里是克莱门达的住处 一个三十一二岁 黑黑的举止沉稳的年轻人 一蹶一拐地走向了克莱门达 他叫洛克兰坡 是新提拔上来的小弟 他参过军 富过商 为人忠诚可靠 他看着老大的新车羡慕不已 克莱门达拿出一把 点二手枪交给了小弟 今天你负责把玻璃干掉 此后你便可以顶替他的位置 战后没几个人能开得起车 而克胖却有一辆豪车 显然不是正常途径搞来的 住着花园洋房 还有漂亮的妻子 俨然一个成功人士 但实际上 却是一名黑帮小头目 临出门时 妻子叮嘱道 别忘了带奶油卷饼回来 小弟玻璃的车 已经在一旁等候 新任小弟坐在了后排 正对着玻璃的脑袋 而克莱门子一屁股坐在了前排 玻璃紧绷的神经还没有松懈 并要求后排的小弟坐到一旁 谎称是遮挡住了反光镜 为了让玻璃卸下防备 科胖透露了重要信息 他说道 桑尼气疯了 现在考虑睡床垫了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 去找一个安全的藏身地 在原著小说里 对睡床垫做了详细的解释 每当家族之间开战时 双方会设立秘密基地 作为指挥部 一是方便信息同步 二是防止参加战斗的人员 遭到报复 还可以避免警察 掌握你的一举一动 玻璃获得了如此重要的信息 还可以向索兹哥告密 再赚一票 果然在上路前 他还想着搏一搏 单车变路虎 跑一跑 侧纸变美道 在他上车前 克莱门子和身后的小弟说 时候差不多了 之后门子让小弟们 在一旁等候 谎称自己去给桑尼打电话 但实际上 则是去吃了一顿丰盛的下午茶 回来时手里还拿着奶油卷饼 嘴上埋怨着 桑尼太啰嗦 但身上的牛排红酒味掩盖不住 而背着小弟去偷吃的举动 让玻璃更放心了 毕竟谁也不会对死人说谎 但他把克莱门子想简单了 他甚至对上帝都可以说谎 接着是一个穿过高架桥的画面 剧组没有钱搞大赏面 所以选择了购买素材 在20世纪40年代的胶片里 找到了几个外景镜头 之后又找了一辆与素材同款的汽车 来匹配这些镜头 任务完成 车上的人欢声笑语 而玻璃满脑子想着 告密之后能拿多少钱 而此时车上几人的谈话 更是难人寻味 在画面里 车辆做了一个U型转弯 也预示着事态发生转变 汽车沿着荒凉的 长满芦苇的海滨开着 远处能清晰的看到自由女神像 车里的客胖说要下去小便 下车后他静止走去 而没有钻进芦苇里 而是站在车头 吸引着玻璃的注意 他只顾着看着客胖的方向 却望了身后那个中华老师 还有点一蹶一拐的兰普 后排的车窗里伸出一把手枪 随后两声枪响 克莱门子微微的动了动 他转身回到车前 让兰普扔掉手枪 玻璃已经脑袋开花 彻底撕透了 克莱门子朝车里看了一眼 原本以为是检查尸体 没想到他是担心自己的奶油卷饼 而这句记性的台词成了影史经典 车窗上有一个A的标志 是战后汽车定额配给的凭证 没有他是没法加油的 他们没有选择掩埋尸体 或者烧毁汽车 而是就这样放在马路中间 等着被人发现 克莱门家族选择公开处刑 言瞎之意 尸体要被发现 最好能登上报纸 铲除内奸的事必须公开 一是为了震慑队伍中潜在的叛徒 稳住局面 另一方面是告诉敌人 如此之快的抓到索罗佐的间谍 没有教父 克莱昂家族依然强大不可侵犯 虽然先前在自家公司下 吃了冷枪显得很愚蠢 但迅速的反击挽回了颜面 毕竟招惹了克莱昂家 必将血债血倡 克莱门子除掉了亲手提拔起来的门生 他的父母都是息息里人 血统虽然纯正 但为了眼前的利益 出卖了自己的东家 相别之下 新任浑血军师 对家族却忠心耿耿 教父原著小说里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花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和花一辈子也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 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求小伙伴一个小小的散联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喜欢镜头拆解式的拉片 也可以关注我 我是沙哥 我们有缘再见